从你上场到现在 我发现你刚刚那三分钟 是最紧张的时候 对 因为 是不是 因为王老师在这儿 特别紧张 这个作品是谁给你写的 是我一个好朋友 于人阳老师 真的不错 非常适合你 流行演唱 打开喉咙 真声唱 有气息支撑 就很好 主要是以琴歌唱 用心感悟 这个是我们歌唱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琴琴是有的 做到了 谢谢 谢谢王老师 这一堂课真的好珍贵 好宝贵 既然你是主角 我们要替你着想 姐 你看着叫吧 看着叫 就叫姐了 可不可以 今天这个节目之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有专门的机会 点播帮助一下琴琴 在音乐的道路上 走得更好 而且马教授 他跟马也有关系 他是马电阵的 我觉得咱们认识了 就是一种缘分 就是要让我在你的声乐道路上 做一点事情 还不可以拥抱一下 对 抱一下 抱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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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马教授 我特别能理解 倩倩刚才那个想要过来 又望而却步的那个瞬间 就是不敢相信 有一位心目当中 就是真的是当做神一样 景仰的 离自己那么遥远的一位老师 会说出既然是个缘分 那么可能就注定 我在你的音乐道路上 要做一点事 你知道这种话的力量 太大了 真的 谢谢马教授 有一句话叫 千金一德 良师难求 今天真美白来 是吧 谢谢 谢谢马教授 真的是我特别 特别感谢栏目组 因为我从初来开始 一直没有受到过 专业的去训练 也没有去学习过 所以说 栏目组给我这个机会 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特别感动 谢谢 看千金一夜成名之后 险些迷失自己 这也给现在的年轻人 提了个醒 只有初心 始终常在 才能不须扬边自分体 但是接受初心这个问题上 潘浅浅还得像下边这组 同样是因为一首歌 而一夜爆红的歌坛前辈学习学习 他们可是中国智商最高的民谣组合 他们的代表作呢 只要是一响起 甘管您是70后80后还是90后 几乎都会唱 说到这儿 您猜出来 他们是谁了吗 就在其成的时刻 他们是中国智商最高的原创民谣组合 出道15年 发行20张音乐作品 CT总销量高达211万张 直到今天 在他乡 一生有你等经典歌曲 仍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他是卢庚须 他是妙节 他们是水木年华 从清华理工男转到创作歌手 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变的呢 出道15年 他们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他们现在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 梦想是我们的动力 创作是我们的使命 为梦而生 我们是水木年华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